小溪爸 哈囉歡迎回到小溪爸 我們今天要久違的來拍齊喝喝 這個開罐新奇酒類的單元喔 上個禮拜呢我去了家樂福 然後被台湖所推出的這兩個系列 台湖茶酒館 這個蠻不錯的包裝吸引到 它其實也是台湖的愛爾啤酒 一個呢是我這瓶寫成蜜乾艾爾啤酒 你可以看到它的酒標上面也蠻酷的蠻有趣的 而且包貼了一個這個 像是手搖墊茶飲的這樣子的一個logo 然後整個包裝也是做的粉嫩粉嫩美美的喔 所以這個東西蠻吸引我的 就很想要開開看它到底好不好喝 330ml 然後5%的酒精濃度 就跟一般的啤酒很香 然後另外一瓶的話呢 這個是荔枝果茶 荔枝果茶的口味 上面也有寫 貴妃似泥 我們先來試試這個 寫成蜜乾的這杯 這個顏色其實有點像葡萄柚 有點...因為我猜它應該是血塵 血塵的顏色比較深色一點點 喔對沒錯它的確裡面有用到的血塵跟蜜乾的濃縮汁喔 所以其實是有加入果汁的 我們來試試看 像是...真的蠻像果汁的 我猜它它的...血塵跟蜜乾果汁的比例蠻高的 那啤酒的話會有一點點 比較帶酸的一個味道在裡面 整體還講真的蠻像果汁的 氣泡果汁的感覺 不難喝 好 我們來試試看第二杯荔枝果茶的這個 它的...外...呃... 包裝上面還有壞一顆 這顆應該是...百香果吧 我沒看錯應該是百香果吧 怎麼會百香果 不知道 試試看囉 好喝耶 這邊好喝 它的...成分就是... 其實就是... 台湖的啤酒 加了一點糖跟荔枝汁 我本來很擔心荔枝汁會不會太甜 但其實不會 它荔枝是在...跟啤酒搭配起來的 是蠻清爽的 而且... 呃... 會有不同的層次風味出來 剛剛這杯... 呃...荔枝的這一杯 它帶有流程的味道比較多 所以它的酸性比較強一點 這杯荔枝是屬於比較清香的 所以顯得... 跟台湖的啤酒混搭在一起的時候 口感是... 蠻有層次感的 這其實跟... 台啤之前有出過荔枝啤酒 我覺得是很接近的感覺 但是台湖的啤酒 我覺得又更適合搭配荔枝汁 欸...很清爽很好喝 嗯... 開之前的時候我比較期待 柳橙蜜乾這一杯 我希望它是有很... 香的柳橙味道 那開之後我更喜歡荔枝果茶的這一杯 非常的順口 是可以當作... 水果系的飲料 或者是飯後甜點的門來喝的 這瓶多少錢我忘記了 我們賣多少錢 我忘了不知道 大家自己去看好不好 價格我就忘了不負責任 好不好 那這邊就是 這次齊合喝開的 呃... 台普茶酒館 這兩瓶 好啦 那這集就這樣了 我們可以 來喝酒囉 啊... 請說 我叫你 有你 突然間 不要 讓我